大家好,我是李夏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夏天家里养花的话 特别容易遭虫子 尤其是如果养了这种水生植物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水里面有那种一潭一潭的那种虫子 那个就是蚊子的幼虫 因为这个蚊子非常喜欢在这个水里面残卵 更不用说我的这个露台 上面的植物又多 水生植物也有一些 还有水井 还有这个小的池塘 再加上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多的鱼水 这里简直就是蚊子的天堂 所以我每次去这个花园都会被咬的一身包 然后我就乌可冷买了一个电蚊拍回来 然后每次出去的话都会带上它 这一个电蚊拍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竟然灭了上千只蚊子 是不是很恐怖 但是用这个电蚊拍灭蚊子的话 你得时刻准备走 看着哪里有蚊子给它拍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在花园里面劳作的话 少不了神就会被这个蚊子给袭击 好凡冷哦 所以我又去网上找了找 找到了这一款网红面纹器 月销几万笔 但是我看评价有些人说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有些人又说没有什么效果 好在这个东西才20多块钱 所以我决定买来试一试 看到底有没有效果也好给你们做一下参考 现在就来把它擦一开 看这个外观还是不错的 呀 但是提起来好轻哦 我感觉很劣质的感觉 这是一个USB 这是要插电才能灭纹的 我说怎么这么轻 如果是充电那种的话 肯定不会这么轻的 你放电池了 现在就把它放到花园里去 插上这个垫看一下 插上垫之后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这种紫色的灯 这个灯就是用来吸引蚊子的 等蚊子吸引过来 这底下就有一个风涮在旋转 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漩涡 就会把这个蚊子给炫下去 到了这个补蚊壳里面 所以这个灯的话 晚上天比较黑的时候 使用效果比较好 像这个大白天的 这个灯根本就看不到 那么这个就吸引不过来这个蚊子 还有就是因为是要插电的嘛 所以最好摆放在淋不到雨的地方 先开在这里放个两天 到时候再来拍一个视频 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补到蚊子 有没有效果 想知道的话记得点关注哦